澳门控烟法将从1月1号起正式实施 行政会之前也向立法会递交了法案 建议增加烟草税 由现在的每包4元澳门元增加到每包10元澳门元 增幅达到150% 希望在双重力度下达到更好的控烟效果 但对于烟草税的增加 民众也各有看法 我觉得是好的 起码可以减少的人食烟 都可以再加多少少 立法会议员李从政坦言 烟草税增加的幅度并没有预期的大 和香港内地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而澳门与珠海仅一关之隔 免税烟也是澳门推行控烟的严重阻碍 免税烟是不是应该取代 不应该再存在呢 这个是一个根治的方法 不应该再有免税烟在关口里 什么地方都不应该 什么口岸都不应该有 那就更加地有个决心 就是说我不会对于香烟实行免税 李从政表示 希望政府在星空烟法生效后 短时间内检讨成效 看是否还有加码的必要 而烟草税的具体增幅 预计立法会最快 下周就会公布结果 澳门卫视 拱新年旅品王红军 澳门报道 sever道 重草的第二内检计 描 gardens 第三里 诉 连 阳 婉